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云讲堂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吉祥 佛教称有心事 有感情 有见闻觉知的生命体 唯有情众生 你我都是有情众生 有些人认为出家人应该要绝情断义 才能成为清心寡欲的修行人 但是大师有不同的见解 他认为出家人应该要开发清净的情意 发展有情有义的生命 并帮助天下的情意圆满 使众生都能在佛法中充满欢喜与慰藉 大师也说 有情有义的人才能感受诸佛菩萨的用心良苦 有情有义的人才能感受众生的悲哀苦楚 发起持心悲怨 希望自己也能分担众生的苦难 一个无情无义的人想要修法成就 就好像祈求一条没有水的河流 奔入大海是不可能的 今天云讲堂新云大师如是说 我们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文章是 做人要有情有义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送读 2018年8月3日 下午佛陀纪念馆顾问赵大生 带玉琴胖利及台湾 3D首席导演曲全力先生 到佛光山拜法大师 谈到与动物的姻缘 大师说 过去我这里有一条狗叫做莱芭 养了六七年后死了 莱的第二条 长得一模一样 性格也一样 每天早上他都会来找我 我走到哪里 他都跟着 有一次我要去台北红帅 他就趁人不注意时 先偷偷躲到汽车里 晚上到了台北了 他就从车子里跑出来 动物都这么有情有义 人怎么能忘记呢 要更好 大师生性慈悲等视一切众生 不仅与人广结善缘 也善待动物 佛光山的狗与猫 大师风趣的以来之辈为他们入籍 取名来发来处来喜 天上飞的鸟取名满天一号满天二号 树上地上跑跳的凶鼠 叫做满地一号满地二号 许多小动物或许能感应到大师的慈悲心 所以见到大师飞但不躲不闪 还会刻意围绕着大师 大师欢喜称赞他们有情有义 动物都能有情有义的 何况是人呢 周易戏词说 方以类聚物以群分 同类的东西才会聚在一起 就如维摩洁经说的 执心是菩萨净土 菩萨成佛时不惨众生来生齐果 如我们抱持有情有义的态度 立身处事 周遭反应而来的 也当是有情有义者 这一集云讲堂 我们邀请到去年年底 刚从佛光会中区协会 第三督导区督导长 卸任的魏国强师兄 来到云讲堂的现场 跟大家分享 我们欢迎国强师兄 谢谢住持 各位云讲堂们 观众朋友大家好 大家吉祥 据我所知 国强师兄好像也很喜欢动物 但是在这一个短文当中 提到他与狗狗来发的因缘 我想要请问您 在养这个宠物的过程当中 也有类似的经验吗 做人要有情有义 大师在这一段文中有提到 狗狗与他的因缘 真是很有意思 说到动物有情有义 我们家以前刚好也有一段经验 我在这里与大家分享 我的小舅子很喜欢狗 也任养了好几只流浪狗 十年前因为任养流浪狗的数量过多 他就转送了一只受虐的狗给我们 因为他的脸看起来像桃子 我们就给他取名叫 我小舅子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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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小舅子当时混集在街头的一座公园里 与一群流浪狗在一起 看起来很胆小软弱 小舅子每每经过公园都会喂食这些流浪狗 狗狗们都争先恐后抢食 唯有Momo体型弱小 老是吃不到 看着他瘦骨如财 小舅子于心不忍 就决定抱他回家饲养 但因为小舅子已经养了太多只狗 最后不得已只好将Momo转送给我们 我们接手后立刻带他到兽医院那里 进行全身健康检查 除了治疗原本本身上的旧伤与头药屈从之外 兽医师发现他的身带早已被割掉 原来Momo是曾经被虐待又被弃养的流浪狗 因为Momo有这么一段悲惨可怜的遭遇 所以我们全家更是张开双倍接纳他 我同修发挥妈妈的爱心 用心喂养 照顾得无为不至 也许曾经被人虐待 Momo很怕生 他刚开始到我们家 面对陌生的环境 表现得很焦虑 经常躲到墙角或是桌子底下 千呼万唤都不敢出来 等到他肚子饿了 闻到食物的香味 他才味手味尾出来 很警戒的大口吞咽 三口两口就将一大盘食物吃完 然后又很快躲回桌子底下 后来也许知道我们都是好人 感受到我们的爱心 他就比较放得开 渐渐的就跟我们变熟了 也会跟我们玩耍 因为他的身带早就被割掉了 听到我们叫他 他也会吼吼吼的回应 就这样融入了我们的家庭 成为我们家的一份子 我们都说众生平等 其实猫狗跟人是一样的 也需要有安全感跟归属感 无家可归的猫狗已经够可怜了 还去虐待他 这个人真是太残忍了 幸亏Momo碰到你们有爱心的一家人 助此提到众生平等 我记得大师曾说过 人和动物原是一样的生命 虽然身体形状不同 但都是非常可爱 都是值得尊重的 因此人和动物之间 在感情上是可以交流沟通 只要慈悲 关怀 平等 老虎 狮子也可以做朋友 大师的话 让我们学习将Momo当成家庭成员 共同生活 因为平常都是我同修 悉心照顾Momo 他特别黏我同修 简直像个妈宝 我女儿我还会故意的开玩笑 跟我同修说 妈 你对Momo这么好 他还是不会赚钱养你 可是我们会哦 拜托你 也要对我们好一点啊 Momo也真有灵性 虽然不会赚钱 但是有情有义 我同修每次出门 他总会跟到门口 目送我同修离开 然后就一直坐在门口 无论多久 他都乖乖一直等着 直到我同修回到家 这当中我们都会逗他叫他 Momo也会回应 但一下子他又回到门边 安静地等我同修回来 说也奇怪 若是邻居或是朋友来访 还没开门 他都知道不是我同修 只要是我同修回来门还没开 他就知道了 又开始吼吼 尾巴一直狂甩 迫不及待要我同修抱抱 我同修看了都觉得窝心 直说真的没有白养Momo 看他这么有情有义 我们都觉得感动 后来Momo身体开始虚弱 经常生病 我们带他去看兽医 兽医说他体内器官都已老化 病入高方快不行了 要我们做最坏的打算 隔了几周 兽医师看了Momo说 他可能这几天就会往生 要我们有心理准备 因为他几乎都在昏睡中 我们将他放在兽医院 持续观察 隔天一大早 我同修好像感应到什么 心中有不祥的预兆 就叫我女儿赶去兽医院 探望Momo 我女儿一到兽医院 抱着Momo 一直叫着她的名字 Momo听到家人来了 很吃力地张开眼睛 看着我女儿 勉强撑着最后一口气 咬咬尾巴 仿佛在向我女儿表达感谢 与说再见 就这样Momo在我女儿怀里往生了 这一段往事 让我体会动物都有灵性 也有感情 我们用心照护Momo 她也用她的方式带给我们全家欢乐 新云大师曾经说过 动物具有情深义重的行为 动物也有情事有心智能力 已是众所皆知 有时候动物的情欲更胜于人类 绵长而眷有 我们为人处事也要有情有义 这样无论到哪里 与人交往互动 我相信都能有善的因缘 与力量遇到困难 也能帮助我们顺利解决 果真万物兼有明性 Momo的故事真是感人 良善之情循环往复 想必哪一天这些良善之情 也会回到您的身上 这就是所谓的如是因如是果 大师说情意是人生的基石 可以为他人解忧除货 也能为自己天真生命的价值 我们的付出从来不是单向付出 有时所收获的比付出的更多 像国庄师兄一家 在与Momo相处的过程当中 除了付出对他的爱护 相信也从他对你们的依赖 还有信任当中得到许多的欢乐 请问国强师兄 除了感动于动物的有情有益 在人际关系上有什么故事或者经验 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吗 谢谢助持 关于对人有情有益的经验 我想与大家分享一段 我与高中学长的一段故事 练高中时有一群很好的同学 大家在学校经常在一起读书 打球 放假的时候我们还是聚在一起 在这一些朋友当中有一位 大我一届的学长叫做阿远 我们两人特别的要好 可以说是十党中的十党 因为大我一岁 他特别的照顾我 两人就像兄弟一样形影不理 阿远高中毕业后 很顺利就到一家大公司上班 即使他工作很忙 我们还是经常见面 假日一起去打球或爬山 后来我毕业 借由他的引荐 顺利跟他在同一家公司上班 然而虽然我已高中毕业 可是当时未满十八岁 还不能骑机车考驾照 也就不能骑机车上下班 阿远知道我的状况 亦不容辞 他就每天骑机车来我家 接我上下班 这样不间断 一直持续到我考上机车驾照 他这样帮我解决 通勤的交通问题 我很感谢他 后来因为我有找到 更适合我的工作 我就离职到另外新公司上班 我们各自都努力为工作 家庭生活打拼 就这样我们很少再见面 更少联络 而在路上遇到 也就短短几句浅浅的寒暄 或是彼此点个头 就算是见上面打过招呼 两人几乎就是零呼动了 后来我有因缘加入 佛光会大雅分会 我们分会里有一个祝念团 提供祝念结缘 以行之有年 不只对内 为我们佛光人祝念服务 对外即使往生者不是佛光人 只要有因缘 找上我们祝念团 请我们帮忙祝念 我们都愿意 前往与王者 以及他们的家属结缘 大师曾经说过 有个正当的祝念团 让会员们学习 这也是故事结缘 比其他功德还要重要 也因此我发心成为祝念团一员 除了自己积极参与祝念 与人结缘 除了广邀 分会 会员共同参与之外 我也会开车 在会员一起前往祝念 祝念的功夫法 可失忆 祝念除了帮助王者 往生散处 也能安抚家属 不安 以及不省心 可以说是 明阳两立的功德 也是自立立他的修行功课 很高兴你出入佛门 就能参加祝念团 是的 谢谢祝此 谢谢佛光会 让我有这样的赔福机会 三年前有一天 我们祝念团接到一位陌生人电话 说是王者的阿姨 来电请我们帮忙祝念 很奇怪 那一阵子很多人相继往生 我们祝念团那几个礼拜 都忙着祝念很辛苦 可是只要有人提出祝念需求 我们还是尽量去结缘 就这样 我接获祝念通知 如实前往殡仪馆 静套灵堂 一看到往生者遗照 我当场错愕 这位往生者怎么这么熟悉 他不就是年少求学时 一直照顾我的阿元吗 我们再次相遇了 可是这次的见面 竟然是这样的姻缘 天啊 怎么会这样 阿元怎么这么年轻 就突然往生呢 算一下年龄 他才五十一岁呀 多年见不上一次面 这次却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见面 我当下出了震惊 谁知而起 就是难过 眼宽半红 几乎就要哭出来了 但是 今天我是以 国光会的祝念团员 前来为往生者 结缘祝念 表达我最好的祝福 于是我调整个人情绪 开始祝念 过程中我专心 诵经念佛不做他想 祝念圆满 我内心再向阿弥陀佛默默祈求 阿元是个好人 请阿弥陀佛接引他到西方净土 我心中也跟阿弥陀佛说 谢谢您当年的照顾 您现在时间因缘已到 刚刚大家为您祝念 功德回向 请你一定要跟随阿弥陀佛 到西方净土 咱们荣华三会再相逢 在离开殡仪馆前 我向阿弥陀佛的太太 致力慰问 才知道阿弥陀佛 是因为血癌往生 我也诚意地告诉阿弥陀佛 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地方 一定要告诉我 我都会全力以赴 阿弥陀佛当年对我有情 我也要有益 这样就是做人的原则 您啊 以念佛来感谢阿弥陀佛 当年的照顾之情 种下来世相遇的佛愿 就是最好的祝福 去年底 你刚卸任了杜导长的工作 从会员到会长 再到杜导长 你一路走来 为大众服务与结缘 想必一定有遇到过 有情有益的经验 让你印象深刻 深受启发 想请你与我们大家谈一谈好吗 谢谢助持 对有情有益体悟 其实要从我加入佛光会 因缘说起 在十年前 我有一位表哥住在彰化 因为生病往生 需要与人帮忙助念 当时我妈妈跟我说 表哥往生 您去找一个正性的佛教团体 邀请前来助念结缘 也很巧我家附近有家米店 老板叫阿田 平时我们都向他买米 当时偶然询问 知道他是佛光会 大雅分会的会员 也是助念团的成员 他可以帮忙我联络助念团 前往彰化为我表哥助念 当时分会的助念团 全去助念的时候 我也一起参与 虽然是门外汉 但在庄严悠扬的佛号中 我也很设受的 跟随大众专心念佛 过程中我个人深受感动 助念圆满 除了向前来助念的 师兄师姐表达感谢之外 我也表达愿意参与 助念与人结缘 日后若是有需要助念 请他们通知我 我一定前往参加 当下师兄师姐就顺势邀请我 加入佛光会大雅分会 毫不犹豫我一口答应了 从此开始加入佛光会 与大众结缘 当年中秋节那一天晚上 我妈妈往生 许多佛光会的师兄师姐 都前来助念 令我非常的感动与感谢 我印象很深刻 在妈妈的佛事 圆满后第三天半夜 我做了一个梦 梦到我妈妈的佛事 仍在进行 有很多的佛光人 都在会场为我妈妈助念 其中突然有个声音冒出来 对着我说 谁叫你是执行者 我随即醒来 当下不解 妈妈的佛事已经圆满 怎么还做了这个梦 心中想着 谁叫你是执行者 这一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几天之后 当时的佛光会 中区协会区副会长 江峰平带着我们大雅分会 几位资深督导来造访我家 跟我聊天之后 发现我很合适 承担会长人选 讨论后 一致期望我能接任下一任会长 我听了感到很意外 也很惶恐 因为我加入佛光会的时间 还不到半年 对于会晤运作与活动都不了解 是个新人 怎能担任会长这么重要的职务呢 而且这样空降 我担心自己无法胜任 江区副会长与几位督导 都鼓励我承担保卧姻缘 我也想到几天前梦中的那一句话 谁叫你是执行者 或许就是要我承担会长吧 于是我答应接任 为大众服务 接任会长后 我记得在参加第一次联合阅历会时 主持您还特别的鼓励我 说我有勇气 愿意承担会长重任 你看起来很有能力 有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一定能将会长工作做得很好 我从加入大雅分会担任会长 督导 督导长乃至去年底卸任 都顺利完成每一阶段任务 这要感谢住持您 慈悲指导与佛光会师兄师姐的协助 我自觉受到许多贵人的帮助 相信郭强师兄在佛光会必定有许多深刻的体悟吧 真的如此 我还可以分享一个我在佛光会担任干部使体悟到有情有义的真谛 第一个就是每年农历12月佛陀成道日 佛光会各分会都会举办纪念活动与分组美味可口的 腊八州与社区人事结缘 当时我才出街会长 会务发展还不熟悉 对于这场即将到来的大活动感到忐忑不安 特别感谢住持您 当时召集好几位在会中市与佛光会服务已久的师兄师姐陪同 带着我前往大雅区公所拜访区长 将我介绍给区长认识并表达大雅分会希望与区公所合作 举办佛陀成道日分送腊八州活动 虽然我当时是个菜鸟的会长 但是助持时时关心鼓励和许多佛光会长老及的师兄师姐经验分享 再加上我们大雅分会干部与全体会员积极投入 让我很有信心也不再感到害怕 其实准备过程中我的确遇到不少难题 例如文宣广告场地布置规划 天气冷如何鼓励社区人士前来参加 并且注意年长者身体保暖 交通安排与人流动线等问题 然而大师说有佛法就有办法 种种的难题与挑战 经由大众群测群力与充分准备 就将我承担会长首次的大活动圆满完成 当天的法会助持亲自主法 让这场活动盛况空前 最后获得社区人士肯定 赞叹我们佛光会的表现 当时我看到现场的会员 尤其是年长的老菩萨 在寒冷的天气仍然全信投入 很是感动 他们用心喷煮喇叭粥 装碗分送 招呼客人 送往迎来 我也看到社区人士 踊跃前来 众人满心欢喜 这不就是大师一直常说的 给人欢喜吗 活动圆满 我询问老菩萨 这么冷的天气 为什么还愿意发心出来 担任义工参加活动呢 他们都回答说 以前受到很多人帮助 现在他们自己有能力 当然很乐意回馈社会 担任义工 尽缅薄之力 只要能做到 他们都欢喜愿意回报社会 从许多老菩萨的回答 我了解有情有义的真谛 也强烈感受到 有情有义的珍贵 因为这段经历 让我记得 做人要有情有义 后来我也是用这样的态度 投入佛光会 担任会长 承担会晤 渐渐驾轻救手 也感谢总会的肯定 与会中士常驻的认同 让我有机会 承担副督导长 督导长的工作 去年我虽然卸任 但是我还是佛光人 还会继续付持佛光会 重要的是 我已经有累积的经验 可以开始帮助别人 回馈与贡献我的所长 大师在这篇短文说 做人要有情有义 我知道我不会忘记 甚至会时时提醒自己 在待人接物上 都要有情有义 与人互动 国强师兄 国强师兄 有情有义的佛光人 除了全家人与萌萌 这个狗狗的故事之外 为了回报阿远学长 而深沉念佛的 有情有义 也从参与佛光会 所有活动 来体现佛光人 有情有义的实际作为 既能欢喜乐意付出 又能与人分享 跟传授经验 这些不仅是 有情有义的最佳写照 那么也成就自己 在佛光会的学习跟成长 今天非常感谢 我们为国强师兄 分享他精彩的生命故事 感谢大家今天 云端与我们相会 我们下次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